本节目由嗨梅索水光仪打钱播出 嗨梅索水光仪女生的时光机 让泡面干视频的每个夜晚只掉头发 不失美貌 我是女王泡面 红楼梦的宅斗并不是一般小说里那种恋人窒息的 白莲花主角苦苦熬死反派 或者主角开挂垂宝反派 红楼梦里写的是真实的人性 真实的社会 生活里琐碎的故事汇聚成命运的洪流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小戏子大展画戏人 戏人是贾宝玉身边的大丫鬟 虽然只是个丫鬟 但是戏份比很多精灵十二差还重 她原名珍珠是贾母身边的丫鬟 贾母念爱贾宝玉 怕她身边没有竭力尽重的人 又觉得戏人心地纯良 克尽职任 就把戏人给了贾宝玉 戏人这个名字还是贾宝玉起的 贾宝玉的爹还问过 戏人 谁是戏人啊 怎么提这么刁端的名字 记得古人一句诗上说 花戏习人之皱暖 她姓花 就随便起了这个名字 可见宝玉不正业 专在这些农瓷燕妇上下功夫 作孽的畜生 还不出去 是 习人做事妥贴 为人和弃 像个老妈子一样操作了心 劝贾宝玉读书 劝贾宝玉别闹事 后来贾宝玉梦游太绪幻境 学会了男女之事 醒来后就拉着习人要试一试 原文说 习人素知甲母 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 今便如此 亦不畏约理 遂和宝玉偷视一番 性得无人壮见 自此宝玉是习人 更比别个不同 虽然《红楼梦》 八十回后的原文遗失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结局 是高恶整理的叙述 并不是作者原意 但是习人的结局是确定的 因为有批语透露了习人的结局 知道将来会嫁给蒋予翰 蒋予翰是王府的戏子 一名奇官 《红楼梦》里叫某官的 都是戏子 贾宝玉跟蒋予翰一见倾心 蒋予翰就把自己戏的 红色千香锅香金给贾宝玉 贾宝玉腰里戏着 习人的松花绿汉金 于是贾宝玉就把 习人的汉金解下来 给了蒋予翰 批语说这是红绿千金 也就是新郎拉新娘的金子 平时我们看的都是 一整条红色的 其实应该一半红一半绿 也就是批语说的红绿千金 护换汉金 伏笔了习人和蒋予翰的婚事 所以未来习人 嫁蒋予翰的情节 没什么疑问 但是习人怎么嫁的蒋予翰 因为蒋家将来会败落 我们就自然而然认为 习人流落在外 被蒋予翰收留 八七版《红楼梦》 就是这样拍的 贾宝玉流落的时候 遇见了蒋予翰和习人 高恶结局里 贾家没有败落 习人嫁蒋予翰 是因为贾宝玉在林黛玉死后 失魂落魄 跟薛宝钗过不下去 悟到出家走了 贾家觉着留着习人也不好 就把他嫁出去了 习人不想嫁 打算寻死逆活 没想到嫁过去之后 蒋予翰对他很好 而且蒋予翰有他的汗金 习人觉得姻缘潜定 就没死成 原文说 习人不得已 没有当成姐夫 跟蒋予翰 又是一番天地 八七版和高恶版的结局 都让人觉得顺理成章 然而 无视石头记偏写的不一样 无视石头记 也叫鬼右本石头记 是一个自称 拥有结局的《红楼梦》版本 虽然无视文笔稀烂 也没有任何证据 具体介绍放在2P了 大家可以自行观看 但是这个版本 有很多地方惊人的契合原著 值得我们思考 甚至重新审视《红楼梦》 无视石头记里说 习人是被贾宝玉赶出去的 赶出去之后 贾宝玉觉得 习人跟蒋云翰般配 就跑去给两人说媒 两边还都挺满意 习人就这么嫁蒋云翰了 单看情节 特别像那种 一天更一万字 闭着眼睛瞎写的小说 远不如高恶版和八七版《红楼梦》 无视虽然契合伏笔批注 但总让人感觉是硬凑的 照着批语打键盘 谁都会打 实际上无视不是乱打的 对照无视的剧情 你会发现 《红楼梦》作者 安排习人嫁蒋云翰 别有一番深意 蒋云翰是戏子 无视里 习人被赶走 也是因为戏子 当初贾家为了迎接 元春省亲 修建了大观园 并且采买了12个女孩来学戏 前80回 这些戏子跟习人的交集不多 没人会把这些小戏子 和习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无视会写 小戏子大展化戏人 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 前80回的内容 小戏子们原本在贾家的 离乡院学戏唱戏 后来宫里的一个老太妃 轰了 一年不许欲乐 各官换嫁 把自家的戏班解散了 贾家也解散了戏班 解散之后 王夫人觉得 他们小小年纪 就被卖来学戏很可怜 说 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 因为无能卖了 做这事 装愁弄鬼的 如今有这机会 不如给他们几两盘缠 各自去吧 王夫人不但不要 他们熟身的银子 还给他们盘缠 让他们回家 十二个戏子 有那么四五个人走了 剩下的一大半不肯走 有的害怕回家 再被卖一回 有的感激贾家恩德 不愿走 王夫人值得留下他们 分派到各处当丫鬟了 比如 方官去了贾宝玉那里 蕊官去了薛宝柴那里 偶官去了林黛玉那里 这一下就等于 往大观园里 放了一群熊孩子 原文说这些小戏子 或心性高傲 或以示灵下 或简衣挑食 或口角锋芒 不安分手里者多 贾家的婆子们 对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批语有段解释说 他们会唱戏 主人喜欢他们 又不舍得责怪 就养出了这些大爷 大国园里 没有不嫌他们淘气的 林黛玉的丫鬟子娟 就说他们淘气的可厌 很快那个被分到 贾宝玉方里的方官 跟干娘吵起来了 干娘是贾家分配给他们的 这些戏子买来的时候年龄小 贾家就让家里的几个婆子 任他们做女儿 照顾他们 吃穿用度 由干娘替他们领 这些婆子大多唯利师徒 只把这些小戏子 当赚钱的工具 偶官就抱怨说 干娘们领他们的米菜 全家都吃不完 替他们买东西的时候 也赚他们的钱 但是到了用他们的时候 却怨天怨地的 方官干娘自从认领了方官之后 家里宽裕多了 但就是这样 干娘还要占小便宜 非要先给自己的女儿洗头 用剩水给方官洗 干娘的大女儿 看不下去躲了 干娘就叫小女儿来洗 洗完叫方官的时候 方官果然不干了 方官 你也来洗 把你女儿的剩水给我洗 我的月钱都是你拿着 沾我的光不算 反正给我盛东盛西的 不识抬举的东西 怪不得人人都说 戏子没一个好馋的 这里还有一句 凭你什么好人 入了这一行都弄坏了 这么点小崽子 就跳腰跳六 咬群的骡子是 秦文听了之后就说 都是方官不行事 会两出戏 就狂得像杀了贼王 勤了反叛来的 喜人也看见了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老的也太不公了 小的也太饿了些 愿不得方官 自古说 勿不平则民 赚了他的钱 又作践他 怎么能怪他呢 贾宝玉想让席人 把方官的钱收来 照管他 席人就说 我要照看他 哪里不照看了 又要他那几个钱 才照看他 没得讨人骂去了 席人拿了洗头东西 去给方官 让他自己洗去 干娘下不来台就说 宝啊 你个没良心的 还瞎掰我 可扣你的钱 贾宝玉要过来 席人拦着说我去 勤闻忙先过来了 你老人家不省事 你使了他的钱 不给他洗头的东西 我们饶给他东西 你不嫌丧 还有脸打他 一天叫娘 终身是母 他排选我 我就打他 你 我不会办罪 说月 快过来 勤闻性太急 你去挣下他两句 你别嚷嚷 别说是你的干女儿 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既分了房 自有主人打的骂的 谁又许老子娘 伴在中间管闲事了 宝儿爷在这 连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 就是嘛 你犯打的人狼吼鬼叫的 一老又没规矩了 这些老婆子 都是些铁心石的肠子 也算是一年大骑士 自己不能反倒挫折 天长地久 如何是好啊 什么如何是好 都撵出去 不要这些重看不重吃的东西 最后 秦文去给方官洗了头 收拾了 后来贾宝玉喝汤 习人让方官吹吹 说你也学这些服饰 别一味地呆汗呆睡 干娘听见了 就进来献殷勤说 她不老成仔细打了碗 让我吹吧 秦文说出去 你让她砸了碗 也轮不到你吹 干娘灰头土脸地出去了 外面的婆子都笑她说 嫂子也没用镜子照一照 就进去了 贾家的仆人分三六九等 干娘这种底层粗屎婆子 只能在外面 根本进不了贾宝玉屋里 就算伺候贾宝玉的丫头 有的也只能站外面 根本进不到贾宝玉跟前 甚至贾宝玉都不认识 你叫什么名字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 既是我屋里的人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方官闹了这一场 就成了贾宝玉近身伺候的 这在仆人里面 是极有体面的事 舍月就曾经说过 即便是那些 有头有脸的管家媳妇 也要担待他们三分 后来 蕊官给方官一包 擦脸的薔薇肖 让贾宝玉的弟弟 贾桓看见了 就跟方官要 方官不愿把蕊官 送的给贾桓 想回去拿自己的 结果自己的没了 这时舍月去他吃饭说 不管拿开什么给他 他们哪里看得出来 方官就拿了一包 茉莉粉给贾桓 贾桓开开心心拿回去 给丫鬟踩云 踩云一看就笑了 他们在红腻的香巴佬 这不是香 是茉莉粉 贾桓原本不在意 但是他妈蹦高了 赵姨娘认为 方官这是欺负贾桓 就来找方官算账 赵姨娘在半路上 遇到了下婆子 这个下婆子 也吃过细子的亏 偶官烧纸就是被他发现的 当时偶官偷偷烧纸 祭奠死去的敌官 这的贾家是不允许的 下婆子发现后 要拉着偶官去见太太 没想到贾宝玉刚好遇见了 硬说偶官是给自己烧纸的 反训了一顿下婆子 下婆子恨得整个人都裂开了 现在听说赵姨娘 要去找方官算账 立马调售赵姨娘说 这屋里出了王夫人 谁还搭过你 你得支愣起来呀 你争了这口气 才能争别的呀 放心捂起来 到时候我们帮你 赵姨娘听了 越发得了意 瘴气胆子到了怡红院 方官 姨奶奶吃饭 有什么事这么忙 呸 小长妇 你是我银子买来学戏的 不过长妇粉头之流 我家下三等的奴才 也比你高贵些 粉头在古代是妓女的意思 因为戏子经常 卖意又卖身 所以赵姨娘 直接骂方官粉头了 赵姨娘好歹是个姨娘 连行人平安这样的大丫鬟 都不敢当面说重话 然而方官不管这套 方官挨了两下 就满地打滚闹起来 我叫你打了去 我还活着 说着便一头撞进 赵姨娘怀里叫她打 外面那些婆子 看方官挨打 都称心如意 那些小戏子们听说之后 不干了 方官被人欺负了 咱们也没趣 走 大家破着大闹一场 争这口气 原文说 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 只顾他们 情分上义愤 便不顾别的 一起跑进怡红院 放声大哭 手撕头撞 围殴赵姨娘 急得戏人拉起这个 跑了那个 赵姨娘反而没了主意 只好乱骂 那些要她 支愣起来的婆子 每一个来帮她的 秦文一边笑 一边假意去拉 私底下 早就叫人去找 三小姐假探春来 探春带着 重管家媳妇来 才把他们喝住 赵姨娘大意了 她原本以为 这些戏子 不过是些毛崽子 要教训他们立威 结果戏子们 敢想敢干 不计后果 赵姨娘 反而被他们教育一顿 这群戏子 上头有贾母王夫人的怜悯 下头有贾宝玉帮衬 在大观园里就得了事 大观园里有个小厨房 厨娘以前在西班当差 特别会小异殷勤 对方官他们很好 到了大观园之后 更是巴结他们 方官去厨房 看到婆子断来一滴膏 就说谁买的膏 我先尝一尝 热膏是探春的小丫鬟 缠儿听人买的 缠儿结果膏来说 这是人家买的 你们还稀罕这个 厨娘听见方官 方官问热膏 赶紧拿出给女儿买的膏 给方官 说干干净净没动过 又现通开火 给方官炖茶 方官拿热膏 问到馋儿脸上 说稀罕吃你的膏 这是膏不成 我不过说着玩罢了 你给我磕个头 我也不吃 说着 边疆手内的膏 一块一块的掰了 智着打雀玩 笑着跟厨娘说 你别心疼 我回来买二斤给你 小缠气得正正的 秋着冷笑道 雷公老爷也有眼睛 怎么不打这作孽的 他还气我呢 我可拿什么比你们 又有人进贡 又有人做干奴才 厨房里的媳妇们 有的劝 姑娘们 爸呀 天天见了就估计 有的怕惹麻烦 赶紧躲了 小缠气得要死 也不敢十分说方官 孤独着走了 后来厨娘听说 贾宝玉房里人多 差事轻 而且将来都会放出来 就是卖身器不用熟了 可以直接离开 厨娘就想把自己的女儿 刘吾儿 送到怡红院当差 所以就求方官去说 哎 吾儿的事你说了没有 说了 等过两天再提这事 天哪赵不死的 又和我们闹了一场 方官就去跟贾宝玉说 贾宝玉答应了 等合适机会 就招吾儿进去 因为有这层关系 厨娘对方官 更是尽心尽力 上期我们说过 大丫鬟思琪 要碗炖鸡蛋 厨娘不给 还挖苦了思琪一顿 哟 思琪就这么尊贵呀 思琪被气得 带人来砸了厨房 但是方官跟厨房 要碗汤泡饭 厨娘就送来了一碗 下碗鸡皮汤 一碗酒酿清蒸鸭子 一碟腌的腌制饿腐 一碟四个奶油松脏紧酥 一大碗热腾腾 碧莹莹蒸的 绿奇香道精米饭 送来之后 方官还说 油腻腻的 谁吃这些东西 最后他只吃了汤泡饭 和两块烟鹅 方官对厨娘也很好 他从贾宝玉娜得了玫瑰鹿 就拿去给了厨娘的女儿 留伍儿 后来伍儿偷偷留进大官员 给方官送东西的时候 被管家婆子发现了 教主盘问他 那个拿热膏的小馋 看见伍儿被查 立马就煽风点火 说王夫人最近丢了一瓶玫瑰鹿 伍儿鬼鬼祟祟的 得好好查查 另一个小丫头莲花 跟着思琪砸厨房的时候 看见了方官给伍儿的 玫瑰鹿 就举报说 伍儿真有玫瑰鹿 去了一查 果然查到了玫瑰鹿 管家婆子就抓了伍儿 闹了一场风波 伍儿差点被当成贼 方官知道了 虎天跳地的 感冒说玫瑰鹿是自己的 伍儿制裁洗白了冤屈 这些事 看上去都是家长里短的琐碎事 但是心想一下 贾宝玉房里的肥差 多少人盯着 多少人想尽办法 方官去求贾宝玉 就把名额给了伍儿 这里招多少人羡慕嫉妒恨 玫瑰鹿是禁贡给皇上的 连贾环都没有 赵姨娘还得托人去偷 结果 贾宝玉不爱吃给了方官 方官拿去送了伍儿 这得招多少人眼红 林黛玉曾经就说过 你看这里这些人 平时见老太太 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 他们尚且虎视眈眈 背地里言三语四的 连贾宝玉王熙凤 都被人言三语四的 方官一个戏子出身的毛丫头 不得让人恨疯了 但是方官他们占了恩宠 不知收敛 有一分争一分 一点亏也不肯吃 自以为争了脸面 实际上埋下了祸根 后来大官园里出现了一个 绣春宫的香囊 王夫人要查是谁的 一个婆子趁机说 早该查了 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 就像受了那封告似的 他们就成了那千金小姐了 闹起天来 谁敢哼一声 头一根是宝玉乌立的情文 在人跟前 能说会道 掐点要强 一句话不投机 立起两眼就骂人 妖妖巧巧 大不成个体统了 秦文性格耿直 暴脾气 得罪的人也不少 第一个被告了黑状 王夫人叫秦文来一看 果然妖艳 气坏了 说回了贾母就赶秦文走 又说 像这样妖精式的东西 竟然没有看见 只怕这样的还有 是该查查 其他人一看 王夫人要整治贾宝玉的丫鬟们 立马都来跟王夫人 添油加醋的爆料 不用猜也知道 方官他们肯定榜上有名 王夫人一听就上头了 中秋节之后 也不等回贾母了 直接就去贾宝玉那里 把病中的秦文 从床上架起来拧出去 然后一个一个查 谁是和宝玉同日生日 来 他叫慧香 也叫四儿 就是他 这也是个不怕扫的 你说同日生日就是夫妻 大梁我隔得远不知道 我身子不大来 可我的心耳神异 时时都在这 我通过一个宝玉 难道就凭你们带坏了不成 把他拉出去 走 谁是耶律雄奴 耶律雄奴是贾宝玉 给方官起的魂名 盒子把方官指出来 唱戏的女孩子 自然是狐狸精了 放你们出去 你们不出去 又不安分守己 成金鼓子起来 调唆的宝玉无所不为 奴才不敢调唆二爷 你还嘴酱 我问你 是谁调唆的宝玉 要柳家的我儿了 你们连火拒挡 遭害这原子 你连你干娘都祈祷了 你眼里还有谁 王夫人说方官欺负干娘 是因为王夫人听的 是告密者的一面之词 王夫人肯定认为 全是方官的错 震怒之下不止敢放官 还把其他房里的戏子 一起清理了 让他们的干娘领回去 赏他们外头资格许女婿去 那些干娘听了 都感恩称怨不尽 因为嫁女儿有钱可赚 这些干娘 没生没养 平白得以女儿 嫁出去赚聘礼 那还不美嘶嘶 贾宝玉在一旁 虽心下恨不能一死 但是王夫人站在气头上 她不敢多言一句 多动一步 事后贾宝玉就奇怪 很多事没有旁人知道 王夫人怎么知道的 贾宝玉回来就问席人 原文在这里有段描写说 喜人听了这话 心内一动 低头半日 无可回答 一便笑道 正是呢 若说我们开玩笑 也有不留心的地方 怎么太太就忘了呢 想必是再过几天 再发落我们 也未可知 你是一个出了名的 至善至闲的人 舍月秋闻 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怎么会发落到你们头上 方官年龄小 过于凌厉些 讨人厌也是有的 秦文 虽然生得比人强 性情爽利 口角锋芒些 可究竟没有得罪你们呢 这话明显是把喜人 当成告密的人了 原文也写 喜人细揣此话 好似宝玉 有疑他之意 竟不好再劝 感叹了一句 天知道罢了 你这回子 也查不出人来 贾宝玉怀疑 喜人告密 但是没有证据 也没有再说下去 到底谁把私底下 这些事告诉王夫人的 就成了一个疑案 方官被送到干娘那儿后 疯了似的 查犯不尽 还勾引上 狗官入尾官 寻死觅活 要剪头发当尼姑去 而且越闹越凶 打骂也不怕 闹得三个干娘 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来找王夫人 说他们没有这福 要不就让他们 当尼姑去 或者赏给别人 刚好水月安 和地藏安的尼姑 在王夫人这里 王夫人就让他们 各自领回去了 前八十回 就写到了这里 高厄板只说 有人去勾搭方官 而方官一行出家 就没下文了 刮起把红罗梦 只说方官在尼姑安 家宝玉去看他 你千万将就推卸日子 等太太气消了 我去求老太太 再接你回来 我知道你冤枉 是我 是我连累的你呀 阿弥陀佛 是谁呀 坏了 看见我了 快跑 贾宝玉看过方官之后 也没下文了 看上去 戏子们的故事 就这么结束了 也没什么不对劲 都去尼姑安了 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但是在无视的剧情里 这些只是伏笔 远味道高潮 前八十回 他们闹得鸡犬不宁 八十回后 他们会再次搅动 整个贾家 林冠和贾强的恋爱 也会有结局 甚至 围殴赵姨娘也是伏笔 赵姨娘将来 就是被他们打死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无视里的剧情 上期我们说到了 贾宝玉因为迎冲的事伤心 憋了一肚子闷气 无处拍解 去林黛玉那里 怕林黛玉伤心没敢多说 就回了怡红院 刚到门口 就发现里面炸锅了 葵瓜瑞瓜 爱管三个人 被王夫人赶出去之后 偷偷溜回来 拿脏环衣服 正巧遇上了习人 三个人围着习人推嗓 骂他是夕阳花点子哈巴狗 三人说 横竖我们是出去的人了 不怕再被碾 一定要揭发习人 让大家知道 谁才是狐狸精 贾宝玉听见了大惊 他本就疑心 是习人把平时的玩笑话 告诉了王夫人 爱管他们一说 贾宝玉就明白了大半 贾宝玉问他们过得怎么样 有几个在蜀月安 其他的跟着干娘 干娘要给他们说亲 他们就逃出来了 灵官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贾强常去看他 贾宝玉听了他们遭遇后 落了泪 说都是自己连累他们受罪 让他们别大声嚷嚷 如果要是王夫人知道了 肯定要罚他们和开门的 戏子们就说 他们只问习人一句话 王夫人改人的时候 人人都有错 怎么就挑不出他的错 习人生气了说 我忍了你们这大半日 你们当初不自检 在院子里纠据 惹得天愤人愿 如今到寻成起我来了 蜀官就说 谁不知道你是太太贴心的人 每月都二两银子 不是你是谁 贾宝玉房里的丫鬟 月签最高是一调 秦文摄月秋文几个大丫鬟 都是一调 习人领的是贾母房里的月签 是一两银子 后来王夫人把他一两的月签停了 自己拿出二两一调来给他 习人掌月签的时候 正好是蒋约翰从王府逃走躲起来 王府派人来问贾宝玉 一下后贾宝玉就招了 听说东郊城外 一个叫什么财壇铺的地方 他在那里置了几间房屋 几亩地 这件事把贾政七个半死 外加贾桓火上就油的高黑状 贾政狠命的把贾宝玉打了一顿 贾宝玉养生的时候 王夫人派人叫个丫头过去 问贾宝玉怎么样 王夫人本意是随便叫个人 没想叫习人 但是习人想了想 就让秦文他们好好看着宝玉 然后去见王夫人 王夫人看见习人 就问你来了谁服侍宝玉 习人就说贾宝玉已经睡了 房里丫头会服侍 又说怕王夫人有什么话要吩咐 打发他们来听不明白 王夫人这才放心 问了问贾宝玉的伤口饮食 习人答了之后 就说有话要说 又怕王夫人生气 王夫人让他指管说 习人就说贾宝玉得让贾政教训两顿 要不然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 那些人老亲近他 总劝也不听 这话说到王夫人心里了 王夫人听了就很感慨 习人就接着说还有件事 只怕王夫人疑心 自己连葬身之地都没了 王夫人让他指管说 习人就说怎么想个办法 让贾宝玉搬出大官员 园子里头姑娘们都大了 况且林姑娘宝姑娘 又是两个姨姑表姐妹 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 习人还说人多口杂 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 心顺了说得比菩萨还好 心不顺就贬得连畜生都不如 倘若不妨 前后差错一点半点的 二爷一生的名声品行 岂不全完了 近年来 我为这事日夜悬心 又不好对别人说 只有灯知道罢了 王夫人听了如雷轰电掣一般 正出了心事 前不久贾宝玉趁王夫人睡觉 跟金串勾搭在一起了 王夫人很生气 把金串撵出去 结果金串跳紧了 这就成了王夫人的心病 所以他心内越发感激 喜人不尽 我的儿已经有这个心胸 难为你成全我们娘俩的名声体面 今儿你既说了这个话 我就把宝玉交给你了 好歹留心 王夫人想让习人做家宝玉妾时 但是怕贾政不同意 也怕习人做了妾之后 反而不敢劝家宝玉了 所以没给名分 只从自己月签里 拿出二两一吊钱给习人 赵一娘 周一娘有啥 习人也有啥 大官员里都知道这件事 秦文还挖苦过习人 当时秋文提下宝玉 去给王夫人送花 王夫人正在找衣服赏习人 一看花 我儿子好孝顺 高兴的也赏了秋文一些衣服 秋文回来兴奋的说 衣裳也是小事 年年横竖也得 却不像这个彩头 衣服本来是王夫人找来赏习人的 顺手赏了秋文两件 所以秦文笑着呸秋文说 呸 没见世面的小蹄子 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的你 还充有脸呢 凭他给谁送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 要是我 我就不要 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 同样是这屋里的人 谁又比谁高贵些 若是把好的给他挑剩下的给我 我呀 宁可不要 就是冲撞了太太 我也不受这口气 给这屋里谁的 我银钱病了几天家去了 不知是给谁的 好姐姐 你告诉我知道 知道 我若是告诉了你 你还退还给太太去不成 胡说 我白听了喜欢喜欢 哪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 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也不犯管别的事 这里原文写的是 众人听了都笑道 骂得巧 可不是给了那夕阳花点子哈巴了 那家挖苦席人是夕阳花点子哈巴狗 席人也笑着说 你们这起烂了嘴的 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 一个个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这时秦文说 也要送东西去 得个巧纵 大家就说 哪那么巧 秦文冷笑道 虽然碰不见衣裳 或者太太看见我情景 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 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 也定不得 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 什么事我不知道 无事里小夕子们把这件事抖露出来 一口咬定 习人是为了二两月钱 当了王夫人的耳抱神 正因为有夕人 王夫人才会说 大连我哥得远不知道 我身子不大来 可我的心耳神异 时时都在这 小夕子们还说 你和宝儿爷那顶子偷偷摸摸的事 又该当合论 秦文姐姐曾私下说过 看你怎么赖 夕人和贾宝玉偷偷搞实验 秦文是知道的 毕竟整日住一起睡一起 秦文又聪明 怎么可能察觉不出来 这一点前八十回暗示过 当时秦文和贾宝玉 半嘴的时候 邪人来劝 好妹妹 你出去逛逛 就是我们的不是了 我们 我倒不知道 你们是谁 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 民工正道的 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 就撑起我们来了 原文还有一句 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 也瞒不过我去 哪里就撑起我们来了 秦人知道说错话 秀得脸子仗起来 小夕子们要把这些去告诉王夫人 贾宝玉吓坏了 求他们不要去 说王夫人逆反你们 你们又偷偷溜进来 肯定要仗子 到时候想跑都跑不了了 小夕子们一听也是害怕 就说日后再算账 要去提醒大家小心夕人 然后就走了 贾宝玉转头看见秋文 他不去赶戏子们 反而站在那里一脸震惊 贾宝玉就很奇怪 并问秋文怎么回事 说要是查出来 秋文脱不了干系 秋文被问急了就招了 说是席人让他去跟王夫人告密的 吴氏不但写了席人告密 还多出一个细节 说是席人指使秋文去的 对比吴氏的剧情 大家再看一下前80回秋文说的话 我白听了喜欢喜欢 哪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 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也不犯管别的事 你们这起烂了嘴的 一个个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哈哈 贾宝玉知道真相之后 找席人说 罪恨背后拨弄是非的人 秦文方官他们因为标志伶俐 就得罪了人 如今他还能信谁 席人不认 说怎么能相信戏子的话 我还要做针线就进屋了 进屋之后席人就琢磨 告密的事做得机密 贾宝玉怎么会知道 然后喜人就怀疑到秋文头上 去找秋文 满远他口风不言 秋文不认 说他们瞎猜的就走了 无视这段描写 等于坐实了喜人告密 其实细想一下 不是喜人告密才奇怪 这并不是简单的 好人坏人的问题 喜人是大丫鬟 贾宝玉房里的丫鬟由他教导 出了问题 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贾宝玉和林大佑吵架 贾宝还劈头盖脸说了他一顿 喜人不像秦文那样 他非常尽职尽责 干着丫鬟的活 操着奶妈的心 没事的时候还担心出事 巴巴的跑去说 林黛玉薛宝柴年纪大了 该避嫌了 建议王夫人把贾宝玉挪出大观园 王夫人给喜人长到二两月前 一年的待遇 喜人不得更爱岗敬业 小喜子们来了 上天入地的折腾 连赵姨娘都打了 喜人能坐得住 方官要把五儿弄进来 这种大事 喜人不给王夫人汇报才奇怪吧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 前八十回 王夫人清查的时候 原文说 婆子去趁势告导了秦文 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 也救激趁便下了些话 见有人指宝玉为由 说得大了 以解人事 都有屋里的丫头们 不长进叫戏坏了 意思就是 告密的人告的是男女之事 说丫头们拿男女之事 勾引贾宝玉 遗鸿院里 跟贾宝玉有男女之事的是谁 李默默当众就骂过 喜人狐媚 把贾宝玉叫坏了 秦文也讲 喜人跟贾宝玉 偷偷摸摸 还有避痕 伺候贾宝玉洗澡 洗的床上都是水 结果最后 喜人避痕没事 反而是秦文 四耳方官被清理出去了 秦文从来没勾引过贾宝玉 临死都觉得冤层 贾宝玉也说 人人都有错 唯独喜人 摄月秋文没错 那告密者是谁 吴氏里 贾宝玉从秋文那里 知道是喜人 告密之后 就觉得一个都不能信了 他把喜人 和所有的丫头都放出去 一个不留 我们以往认为 喜人是抄家的时候 流落在外的 从来没想过 喜人是被贾宝玉 赶出去的 其实前八十回 有一句批语 跟这件事有关 就是贾宝玉 给摄月梳头的时候 有批语说 喜人出嫁后云 好歹留着摄月一语 宝玉便依从此话 大家想一下 如果是八七版里 贾家家破人亡 喜人流落在外 嫁了蒋玉汉 遇到了落魄的贾宝玉 喜人要怎么跟贾宝玉说 好歹留着摄月 贾宝玉又怎么依从此话 带着摄月流浪去吗 高额版里 贾宝玉出嫁以后 喜人才嫁 喜人要去哪里 跟贾宝玉说 好歹留着摄月 只有贾宝玉不想留人了 喜人觉得不留不行 才会跟贾宝玉说 好歹留着摄月 而且贾宝玉赌气 赶走奶妈的时候 喜人说了这么一句 去灰老太太 撵她的祖宗去 你要撵她走 也好 我们也都愿意出去 不如就是 连我们一起都撵了 我们也好 你也不用愁 再用好的来服侍你 放在别的小说里 可能就是随口一句 但是 在《红楼梦》里 人人都是flog王 说出去的话 后面会光光拍脸上 也可能有人觉得 贾宝玉一直想要所有人都守着她 说她感人可能有点突然 我只求你们 天天看着我 守着我 其实譬语说 贾宝玉有情及之独 就是深情到极致 就会做出一些绝情的事 比如她最后抛下了薛宝柴 出家为僧 这是贾宝玉一生的偏僻处 想一下 秦文思耳方官被赶走 贾宝玉非常伤心 这个时候突然告诉她 喜人他们是王夫人的耳抱神 贾宝玉怎么可能不生气 贾宝玉决定撵人的时候 听说小戏子跑去厨房找初娘 提醒大家提防小人 戏人一听 慌的往外走 贾宝玉也赶紧去厨房 结果戏子戏人不在厨房 初娘问贾宝玉来做什么 贾宝玉就把戏子的事告诉了初娘 还说王夫人还要查咱们 得把几个有把柄的放出去 不然王夫人不会放过 让初娘把那几个小丫头都找来 这段话应该是指的 当初初娘找放官 把五儿送进银红院的事 这里还提到了五儿的死 前80回 五儿因为玫瑰鹿被抓了 洗白冤屈后放了 然后就没下完了 直到王夫人清查的时候 突然说五儿病死了 五儿这个角色有头没尾 吴施玉在贾宝玉来厨房的时候 补写了这一段 说五儿本来就体弱多病 因为玫瑰鹿关了些日子 放出来后 钱怀又来逼婚 五儿被气得一病身亡了 钱怀是赵姨娘的内侄 前80回写过 钱怀想娶五儿 钱怀父母在贾家管钱 有些钱事 五儿父母挺情愿 但五儿不愿意 五儿父母就拒绝了 钱怀家里也就罢了 但是钱怀心中又气又亏 发恨定要弄娶成佩 然后也没下文了 吴施把这两个半截剧情写在一起 说钱怀来逼婚 逼死了五儿 一下子就都完整了 不过钱怀怎么逼死五儿的没说 还有段批语说 五儿不得已 补写于此 稍嫌仓促 我们接着说剧情 贾宝玉没找到席人和戏子们 就从厨房出来 在柳叶处 远远看到几个人在拉扯 走近了才发现 是葵官他们三个人又遇到了席人 他们上去揪领子拽头发 骂口不绝 贾宝玉赶紧拉开说 姐姐们饶了他吧 以后他再也不敢了 戏子们说 我们都出去了 他还好意思待园里 我们不服 贾宝玉就说 也好 这园子一个不留都放出去 戏子们松了手 说 这才公道 说完要走 贾宝玉问他们去哪里 戏子们说 放心 这回真是回去了 宝儿爷可要说话算话 然后小戏子们就走了 但是他们的剧情还没结束 我们聊无视后面的剧情时 会提到 先接着说席人 贾宝玉回去之后 把房里的丫头全放出去了 她跟王夫人说 自己要读书 不和女孩闹了 也给家里省些费用 贾宝玉只是这么一说 后面她也没读什么书 王夫人虽然可惜席人 但是听贾宝玉这么懂事 就很高兴 贾家的婆子们 一听女儿要放出来 也都很高兴 这些丫头跟戏子一样 都是卖身进来的 没有人生自由 不仅要做奴仆 如果放出来 就等于不用书身 直接给自由 父母当然高兴 只是邱文避狠几个很惊讶 不明白好好的 怎么就放出去了 席人跟他们说 王夫人抄原子是假的 内囊空了 没钱是真的 打发人是为了省脚用 邱文他们听了之后 面面相去 说就算财人省钱 怎么会轮到他们 几个人领走钱 贾宝玉跟他们说到二惊天 贾宝玉看见了席人腰上 系着蒋玉翰送的汗金 想起了蒋玉翰 突然觉得 他跟喜人是一对 《红楼梦》前八十回说 蒋玉翰从王爷那逃跑 王爷派人逼问贾宝玉 问出了蒋玉翰下落 把蒋玉翰抓回去了 吴氏接着这个剧情说 蒋玉翰是皇上赐的 又伶牙利齿笼络住了王爷 所以抓回去没有受罚 还偷偷和贾宝玉来往 后来王爷犯了事 被锦衣卫抓走了 锦衣卫这三个字很显眼 高厄版写贾家抄家的时候 叫锦衣军 查抄宁国府 不是直接写锦衣卫插抄容领府 王爷被锦衣卫查了之后 蒋玉翰就回子坦埔逍遥快乐了 贾宝玉想起蒋玉翰后 就去喜人家 跟喜人的哥哥花子芳说 喜人可讨太太老太太喜欢呢 又懂事又勤快 这部太太给他说了一会人家 姓蒋富裕得很 有房有地 和喜人见过面也看上了 就是不知喜人答应不答应 这里有句批语 孝煞恰似流郁口气 宝玉未必有 此与山之在你为妥 就是说贾宝玉的话 像刘姥姥说的 批熟人觉得不行 要扇了重写 花子芳听贾宝玉这么说 先是一正 因为喜人家里 一直以为喜人会做姨娘 当初喜人家里要熟喜人 喜人不肯 刚好贾宝玉到喜人家里玩 喜人家里看到他俩的情形 明白了大半 也就不提熟人了 所以花子芳先是一正 后听到蒋玉翰有房有地 就笑竹言开说 有这等好事 多谢王夫人成全 喜人肯定答应 谁会情愿做奴才 贾宝玉就让小四把喜人接来 喜人一开始 以为贾宝玉来家里告状了 神色低沉 也不愿多说话 后来听哥哥一说 神色才舒展开 羞红了脸回屋了 贾宝玉又去找蒋玉翰 蒋玉翰经常听贾宝玉夸喜人 早就有了艳羡之心 刚好那天是迎娶吉日 蒋玉翰就立马请吧台大教 接喜人 喜人上交前跟贾宝玉说 房里人都走了 谁伺候你 就算派别人来 也没有熟悉的人好 好歹留着涉月 贾宝玉答应了 蒋玉翰对习人 极尽柔情 曲艺成顺 婚礼一应大小 全是按正方的规矩 他看到习人腰上 吸着自己送宝玉的汉金 也拿出宝玉送自己的汉金 习人一看 正是自己的 两人认为 宝玉多年前就有牵线之心 习人啼笑皆非 按下心来与蒋玉翰过日子 至此 习人的戏份告一段落 这里还有句诗 无怪无则在今时 他年报答之始中 意思是 贾宝玉没有责怪习人告密 反而给他找了个好夫婿 未来习人会报答贾宝玉 批语说 这里是伏笔后面的回幕 花习人有始有终 前八十回批语也提到过这个回幕 说未来花习人和蒋玉翰 会供奉贾宝玉和薛宝钗 我们说到贾宝玉逃难子坛铺的时候 会再讲习人 吴氏里 习人好像是个反面角色 但是习人的叛词说他似跪如蓝 贾宝玉后悔错过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广告之后还有彩蛋解读习人的叛词 请不要走开 我们的皮肤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层 涂抹类护肤品只能停留在表层 皮肤只能吸收2% 去做过皮肤检测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皮肤内部已经藏着大大小小的黄斑 会在30岁以后浮出皮肤表面 成为我们的噩梦 所以做好抗初老工作很有必要 很多明星会去打水光针保养皮肤 通过电子注射技术 把有效成分导入到针皮内 吸收效果更好 做完后皮肤变得水嫩不少 但是水光针操作要求高 创伤大 注射后需要护理 一个流程下来至少5000多 对于一般人来说 变美当然开心 但是阵仗太大还是豁不出去 岁月静好敷个面膜就行了吗 也许你可以尝试一下 来自微软菲利普的研发专家们 创立了为女性解决肌肤问题的品牌飞沫 匠心打造的High Meso皮肤时光机 时光机的原理与一枚水光针类似 穿透角质层将有效成分导入到针皮 不同的是时光机的针头 是只有头发四千分之一的纳米微针 极其微角 小到什么程度呢 在注水气球上使用 你会发现气球没有破 还渗出了水 导入时没有任何痛感 就像小猫咪在舔 时光机不会有水光针那样的针眼 但是同样可以深层渗透 打开角质层 令精华进入皮肤深层 你的皮肤咕噜咕噜吸收营养 效果肉眼可见 时光机和华西生物合作 每一粒精华都有品质保证 美白嫩敷 紧致抗衰 让青春留得久一些 再久一些 品牌方承诺 产品无效可全额退款 并且每一台都有15万的保险 太可靠了 买几件衣服的价格 就能享受到明显级的效果 不像吗 产品还支持六七免息付款 每天8块钱享受明显级保养 一起偷偷变好看 这两个问题终身免费换新 现在购买评论区还有我的 专属大额优惠券 赶快去领券购买吧 习人的判词 网字温柔和顺 空云四贵如蓝 勘探幽灵有福 谁知公子无缘 以往我们认为 这首判词说 习人掰歪的温柔和顺 四贵如蓝 贾宝玉无言错过了 只能感叹 蒋玉翰有福得到了 下面还有句批语 骂死宝玉 却是自毁 字面意思上看 好像是 只是说贾宝玉自毁 实际上细想想 这么解不太合适 贾宝玉最后悬崖撒手 抛弃了涉月 抛弃了薛宝钗 又怎么会后悔 错过了习人 有了习人 贾宝玉就不会悬崖撒手了吗 其实 谁知公子无缘 不是说贾宝玉遗憾无缘 而是说习人遗憾 跟公子无缘 因为前八十回 有这么一段情节 下雨的时候 贾宝玉跑过去 院门关了 翘了半天没开门 因为大家都在玩水鸟 没以为贾宝玉回来了 好半天 习人才去开门 一开门 贾宝玉根本没看是谁 抬脚就踢 踢完才看见是习人 忙碍踢哪了 习人从来不曾说过大话 贾宝玉当众踢了他一脚 又是羞 又是气 又是疼 简直无知身之地 但要怎么样 又料着宝玉 未必是安心踢他 就忍着说 没提早 让宝玉换衣服去了 习人被踢的地方一直疼 晚上脱了衣服才看到 碗大的一块青 夜里睡下 梦里都疼得哼哼 贾宝玉起来看的时候 习人吐了一口痰 痰里有血 原文在这里有一段话 习人见了 也就心冷了半截 想着往日常听人说 少年吐血 年月不饱 纵然命长 终是废人了 想起此言 不觉将素日想着 后来蒸容夸耀之心 皆灰了 年纪小的时候 读这段读不懂 贾老师这么厉害吗 一脚把习人踢成废人 太突兀了 而且后面习人 还是活蹦乱跳的 哪里废了 哪里病了 习人这种和和气气的 从来没抢过什么 争过什么 哪里来到 蒸容夸耀之心 后来才明白 照顾好贾宝玉 就是他的荣耀啊 他尽心尽力 积极表现 王夫人不就相中他 长了二两月前 内定成姨娘了吗 原文说过 这习人有些吃处 服侍贾母时 心中眼中 只有一个贾母 如今服侍宝玉 心中眼中 又只有一个宝玉 只因宝玉性情乖僻 每每归贱宝玉 心中着实忧郁 习人自从跟了贾宝玉 一心就在贾宝玉身上 他不理解贾宝玉 认为贾宝玉性情乖僻 就想尽了各种办法 劝他好好读书 骗贾宝玉说自己要走 慌的贾宝玉什么都答应 好姐姐 别说三件事 就是三十件事 三百件事 我都议你 修宝钗每次劝贾宝玉读书 都被贾宝玉 捐回去 习人硬是让贾宝玉 读了点书 用了点功 他去见王夫人的时候 说过 便是我们做下人的服饰一场 大家落个平安 也算是造化了 贾宝玉要是名声不好了 他就粉身碎骨 罪有万重 这些话 就是他把照顾贾宝玉 当成他的事业 习人长了月情之后 更拼命刷业绩 连贾宝玉都疏远了 原来这一二年间 习人因王夫人看中了他了 越发自要尊重 凡被人之处 或夜晚之间 总不与宝玉侠逆 较先幼时反倒疏远了 习人跟贾宝玉搞实验的时候 觉得不为悦理 后来王夫人内定她为姨娘 反而自要尊重 不奇怪吗 譬如说习为差妇 习人很像薛宝钗 薛宝钗循规蹈矩 是为了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习人尽心竭力服侍贾宝玉 是为了日后争容夸耀 对照无视石头戟 习人挨提这段 不就是说他被贾宝玉 揣出假假吗 他关起院门 院子里蓄洗水 给丫头们玩弹正开心的时候 被贾宝玉揣了一脚 日后他被王夫人内定成姨娘 把屋里那些不安分的 清理走了 也是正开心的时候 被贾宝玉赶出了假假 秦文也说过这么一段话 秦文未来就是因为 莫稀有的罪过 被赶出去病死在外 那些人未来 也同样是挨了窩心脚 前八十回说 吹得他半夜吐血 纵然命长 终是废人了 对应到吴氏里 就是说他纵然比秦文命长 也只能嫁个幽灵 日后没有争容夸耀的机会了 网字温柔和顺 空云如蓝似贵 勘探幽灵有福 谁知公子无缘 习人空忙一场 白白的温柔和顺 似贵如蓝 最后还是跟贾宝玉无缘 只能嫁了幽灵 幽灵在古代多为贬义 跟昌吉一样是下酒流的行当 判死里用幽灵指弹贾云翰 其实也是习人看不上贾云翰 当初贾宝玉跟贾云翰 互换汗金后 习人很不高兴 我那条松花汗金子呢 陪你这个吧 你 我就知道 你又干那些事去了 习人还说 也不该拿我的东西 给那几混账人去 在我们看来 只是跟唱戏的朋友 换了一条那衣药袋 在古代就是跟汐子鬼混 所以习人才会这么说 第二天习人醒来发现 贾宝玉偷偷把汗金 吸他腰上了 一脸湿的道都不知道 你瞧这是什么 习人忙一顿把汗金解下来说 我不吸汗这行子 趁早拿了去 贾宝玉好歹劝着 让他又戏上 结果等贾宝玉出去 习人又解下来 自己又换了一条戏着 习人讨厌那条汗金子 是贾宝玉印给他戏上的 对应到吴时林 就是贾宝玉牵线 习人是无奈之下 才退而求其次 嫁给了蒋玉翰 习人劝驾鲍鱼的时候 也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些你若都改了 八台大叫来抬我 我也不回去 你在这长远了 不怕没有八台大叫 让你坐 我可不稀罕 我也没那个福气 其实原文写的是 习人冷笑道 这我可不稀罕 有那个福气 没那个道理 譬如说 习人满心满意 把贾宝玉当终身依靠 而且是千土万当 因为习人的身份 做不了贾宝玉的正事 婚礼不会有八人叫 所以他才会说 做八人叫 是有那个福气 没那个道理 这里习人还说了一句 纵做了也没胜趣 对应到吴时林 那不就是指 嫁给蒋玉翰的时候 蒋玉翰用了正方的礼数 派了八台叫 但是对习人来说 也是没胜趣吗 我们在薛宝钗那几期也说过 批语透露过 喜人和蒋玉翰的结局 跟薛宝钗和贾宝玉一样 都是被丈夫抛弃 女儿呗 丈夫一去不回归 喜人和蒋玉翰的结局 并不是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勘探幽灵有福是贬义 喜人嫁不成贾宝玉 只能嫁幽灵 一个幽灵 白白得意温柔和顺 似规如蓝的媳妇 那不是有福吗 判词下批语说 骂死宝玉实则自毁 自毁的显然是习人 下期我们接着聊 吴氏第28回的剧情 贾家开始考虑贾宝玉的婚事了 吴氏在第82回 有两个更离谱的剧情 林黛玉圈贾宝玉读书 贾正想让贾宝玉取妙玉为妻 喜欢小伙伴 请不要忘了收藏下关注 零硬币的话给头两个吧 感谢香香业语帮忙就错补充内容 阿野主夜百合夫夜八卦 女皇系列也会尽快更新 我是女皇泡面 谢谢